天气冷了 民众开始穿上外套 尤其是骑士 骑车得多加一件来保暖 布的 棉的 然后或者是没有这种扣子的 对 就算有拉链 还是缝还是会有些会吹进来 平常还好 但如果真的很冷的话会穿雨衣 雨衣当防风外套不奇怪 这可是很多骑士的救济法 毕竟穿了外套也怕冷冷风雨 从拉链缝隙灌进去 一股凉意真的很讨厌 又或是扣了半天拉链拉不好 因此市面上也出现磁吸式拉链 两头稍微靠近一秒卡好位置 市面上标榜免对位的拉链 不用对准拉链头 天冷戴手套也不用怕手指不灵活 最主要是你在很冷的时候 你的手就不用去 很动的时候不用去那么难对 它吸到吸附到你靠上就可以拉上 戴手套也可以 面对位拉链外观看起来 跟一般拉链没两样 但价格差很多 光是成本就是一般拉链的7到8倍 而使用上跟传统拉链不同 刚开始也得多试几次才能比较上手 防水拉链的防风性一定是会蛮好的 但是这个其实没那么单纯 只是拉链的结构而已 就是你也要看拉链的挡片 或者是拉它的就是配套的设计 如果要外套拉链零缝隙 滴水不漏风也透不进去 可以选择有防水拉链的外套 密度更高更贴合具有防风效果 或是有双层拉链多一层门金的款式 双背防护标榜有效抵挡冷风 不过业者也提醒外套防不防风 除了跟拉链材质品质有关系 最主要还是得看整体设计 外套挑得好 冷天才会没烦恼 东森新闻 陈雨翔 欧姐妮 蔡文 新北报道